好 很多人从飞绿不投 现在变成是想要投给飞绿 但问题是 蓝白整合到底还要整合多久 很多人说让子弹飞毁 可是这子弹还要飞多久呢 好 来看到这个 这个柯文哲的最新的说法 他说他跟这个朱立伦 跟侯友宜都见过面了 沟通都有谈过了 目前各有想法谈判 不会这么快有结果 但至少他已经证实 都已经开始谈有谈过了 好 那么朱立伦主席怎么说呢 他说蓝白和是共同的目标 过程一定会很辛苦 要有诚心 耐心跟同理心 组成最强的团队 而不是淘汰赛 好 外传柯文哲是 私下跟朱立伦推动选举 邪小委员会完全跳过了侯友宜吗 所以侯友宜有回应 他今天强调 他说我是这场选战 最重要的主帅 会扛起责任 做最大的善意和努力 朝着政党轮替 还有蓝白合作的方向来走 好 现在既然双方主帅 都已经不否认见过面 而且也谈过了 现在最近选举登记 其实已经不到一个月了 如果蓝白真的已经有了 政党轮替的共识 不是应该赶快把方式给敲定吗 这子弹似乎是已经飞太久 该是时候落地了吧 好 蓝白一直强调说 有过半的民众都支持政党轮替 问题是要是整合遥遥无奇 会不会让支持者心灰意冷呢 龙介兄怎么看 我想不会 大家要耐心以待 那本来磨合 不同政党跟党内的磨合 是不一样 那党内的磨合 就是说譬如说初选 那我们三个初选 最后同意怎么创事 比较容易 那跨政党的磨合 那就不一定了 尤其碰到了157的科匹 他想法会比较多 而且很多讲话见面是私底下的 就是说本来有承诺的 结果他就会刻意往外放话 那当然这是他的形势风格 那如果说 他说我给你算你也算不了 这个都是企划 如果连这种企划都讲 这结果就变成气氛会越来越败 你说这样 我就说 让你做了你也做不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没有意义 那既然见过面 本来是大家有梦 其实后来你已经对外发布了 那发布以后就 好像是刻意在讲这些故事 在引起一些话题 我想也没有必要 就重点大家务实 怎么去推 而且 如果你今天就讲说 我如果没有我没有 我要雇我的民众党 我自己雇我的民众党 那你就不用再谈了 你就大家分开了 就算了就好了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嘛 今天讲就是说 柯猴配 或是猴柯配 对不对 这样才是符合将近六成民意的高度期待 有一些铁柯的 他可能你配了猴 我就不愿意投 有一些铁柯的 你配了柯 我就是有柯我就不投 那这些人未必会去转头给赖清德 所以整个 政治不是数学 不是你这样精算说 一加一会大于二 很难啊 一加一不小于二 就已经不错了 就已经是极大化 所以我们要的是说 你要高度去符合人民的那个期待 可是不一定没有变数啊 因为民进 民进都不是家财的嘛 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六比四啊 六比四啊 当你整合成一组的时候 跟赖清德对底绝对不会是六比四啊 我跟你讲 柏仲之间嘛 这后面的变数太多 因为他会善用所有国家的资源 全部都下下去 他三级真正向 又攻减无天皇 真正敢 敢到你无法想象 什么资源都能下 所以我们现在在期待是说 蓝白能不能合 那基本上 侯友宜从来 头到尾就没有 你敢不听到 侯友宜在说话 听话 他就是在堆叠善意嘛 然后堆叠善意 都你在那里讲 你今天说这样 问他在说这样 今天说什么 侯友宜一样 一路走来始终如意 就是大家能够合 符合人民的期待 人民要过好日子 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 不是你分配几席 你分配几个部长 不是这样啦 但是这个合 假如我跟你谈判 远宜跟我谈了 谈到最后 哎呀 龙甲那里 好 比四以后 经过不管投票也好 民调也好 谢龙介赢了 那我不配了 这不行嘛 大家要谈 事先谈好 不管怎么样 活赢了 你磕就要来配 磕赢了 活你跟他配 那这样的话 将来对于这个政府的愿景 两党有一些差异了 两党还是有一些不同嘛 那当然 他一说一句 还是国民党比较大 人比较多 确实国民党的温和跟中庸 长期以来从事务官里面 培养了很多治国的人才 那当然你没有拿到政权 你选举选不赢 你再有再多的人才 你也不可能 民进党不可能用人才 他要用鬼才 要用赚钱的人 他要用会装饱私囊的人 要会官商勾结的人 所以你这些人才 就无法为国家所用 那我们的文官制度 养成了那么多好的人才 在这个世界 这么动荡的状况之下 而且兵凶占围之下 你说 那心就说 这次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你看 哪胡不开提哪胡 你就知道 这次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所以蓝白和 我们还是 我一向都是很乐观的看待 不过磨合的过程 当然有一些蛇 有一些德 不管国民党也好 民众党也好 我想已经谈到 几乎高层再见面了 离最后拍板 已经不远了 很快 很快 因为你说 11月20就要登记 那你登记前 现在两个阵营是这样 柯也会找一个户手 猴也会找一个户手备胎 要谈不容 就是各自登山 各自努力 对不对 那谈得容 那当然这个户手 就要事先有一个体量 因为不可能说 他之前讲说 你赢了 那我推荐一个户手给你 那你输了 你推荐一个户手给你 然后要不要用 还要看我 不是这样 所以我想朱立伦也好 大家都很辛苦 先把原则谈下来 就是柯 猴 一组 或是猴 柯 一组 但最后怎么出现 怎么评比 那这个大家都谈定了以后 就可以进行了嘛 蓝白两党互相探底 底线也开始浮现了 所以到了最后必须要亮牌的阶段了吗 欧如一说他自己是这场选战的主帅 可是蓝白和想要谈得成 大家都知道双方都必须要有所妥协和退让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中国时报的社论就说了 猴柯都必须要觉悟 和还有一战成功的机会 不和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对于台湾未来更是不可原谅的劫难 那么猴柯出三个关键的领导人物 必须有主见 有决心 尽早议定谁赠谁负 以及胜选之后 筹组联合政府的相关事宜 不要在城市问题上来矫情造作 甚至是失心自用 互相前置呛下 最后导致意气毁灭 好 只要总统不是赖清德 隔魁仍然是国民党 而立法院民进党也没过半 那么这个社论认为呢 国民党就算是达标了 到时候朱立伦也算是已经对党尽了心力 所以从这个朱立伦侯友谊 包括了金普聪 必须要真正的想清楚 蹲下或是退一步是为了跳得更高 如果没有当副的觉悟或是决心 到时候很可能会什么都没有了吗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董哥 董哥认同只要是总统 不是赖清德 隔魁仍然是国民党 而民进党在立法院没有过半 国民党就能够算是达标吗 那么包括了侯朱金这三个人 如果没有当副手的觉悟和决心 到时候如果保送赖清德 会不会最后是什么都没有呢 当然这个大的原则就是 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 它的理念比较接近 但不是完全相近 那如果我们执政了以后 我们两岸打算怎么样 我们国际打算怎么处理 然后经济政策 这些东西它不一定完全吻合 但是最重大的前提 就是希望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不会有食安问题 大家能够在一块台湾这个宝岛里面 好好的赚钱 对不对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这个前提如果没有变的话 当然随正随乎就未必这么重要 可是这次的争执就是在随正随乎 其他东西其实讨论度不高 各位朋友你知道吗 国民党现在在73席的去立委 已经都快提完了 大概提了70席 民众党所有的立委提了多少席 11席 现在已经剩80天了 表示说民众党其实在 7月的立委里面很难提 他真正的7月立委是提了10席 包括金马 金马大家也知道国民党强 然后包括一个原住民 所以他真正其实有实力的 7月立委不多 他真正的能够拿到的立委 绝对是不分区立委 这是一个事实 那今天我们看蓝白河 现在当然大家觉得好像氛围还不错 那所有的构成你可以看到 其实不管就是侯友宜 柯文哲或郭台铭 这三个所谓的非力联盟的成员里面 他所有的主导完全在柯文哲 柯文哲讲什么就怎么样 那国民党其实是比较赔着小心 小心翼翼不敢讲错话 那大家也对民众党一些火力攻击 或怎么样 回应都比较少 凭良心讲 你从柯文哲要出国到美国之前 所有的放话 到去讲侯友谊 给你选你也选不上什么那些 其实都是 都是对国民党来讲很难堪了 那国民党我觉得 国民党是比较想促成 因为他知道 我没有选上 那又民进党继续执政 对他来讲他的压力比较大 因为如果不成的话 外界的压力 不会去问是非 一定先指责骂国民党 都是国民党不愿意 我举两个例子 5月17日 侯友一辈 被提名了以后 那他一直想方式 要找郭台铭 希望郭台铭当他副所 能够跟他合作 那郭台铭都不回应 那媒体 所有名嘴大家骂 国民党高高在上 你打一通电话给他 我已经打一百多通 他都不接 后来我还跑去他家 等在门口 他都不让我进去 这个是后来大家才知道的 但是当你讲出来以后 对郭台铭 对自己都有伤 就说你干嘛讲出来 我不讲出来 我不讲出来 天天被你们骂 他的情况就是这样 对不对 后来侯友一 因为大家看破了 郭台铭是讲话不算话的 就开始说 我找 我一定要认真去找柯文哲 所以就蓝白盒就更热了 结果 其实我们也知道 其实白的不太想接电话 后来侯友一也是天天被骂 高高在上 然后柯文哲说 你要从来不打电话来 没有来谈 怎么样怎么样 侯友一说 有啊 我有跟他通电话 他美国回来 我打了 他也都不接了 大家知道这个构成 那当然侯友一 或国民党这边讲的是对的 可是你看在整个险题里面 柯文哲的主导 他很强 好 他就想说 譬如他们 跟 他跟朱立伦后的侯友一见面 他不讲没有人知道 他讲出来 他才知道 有这回事 是 他主导在他 那我们也可以看 这两天 有个新闻 就是 他的发言人 陈志涵打给金普通 他们说被金普通挂电话 其实你只要 稍稍像我们有这种 媒体基础的人 你就知道 那这个就是陈志涵对外讲的 新闻才会出来 你打电话给他 只有你们两个知道 你被他挂电话 是不是真的挂电话 其实那个过程也不是 因为他们的对口 你要有个符合相等 而且我又不认识你 你说 你说你是陈志涵 搞不好你是 苹果日报的记者来套我 对啊 对不对 我没见过你 你的声音我也不一定知道 我讲会有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说 到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氛围 可能手下有些人是鹰派 可是柯文哲现在态度放软 有人用这件事情问柯文哲 柯文哲说这小事 意思是说不要因为这个而来争执 我们英文有一句话叫 A piece of cake 小事一桩 告言文 那我讲这个 我讲说 氛围就在柯文哲手上 比较多 柯文哲想和 自然有想和的一个手法 那他想怎么样去改变台湾社会 怎么样 政党轮替 那你一定要找好的搭档 因为你实在在其他的地方 其实不强 我刚特别提出立委的选区就知道 他现在只能提名到11个 你就知道你的实力到哪里 所以柯文哲 能够有一些空气票的是有限的 34席的不分期 你8席到10席 都是大家都所认同的 那这个道立法院能继什么事呢 所以一定要一起来打这场选战 那大家合手 天下无敌 不过柯文哲最近也把他的炮口 对向了蔡英文 柯文哲痛批蔡英文 已经700多天都不用面对媒体了 不用负责任 还可以说2024 不关我的事 哪有这么好的总统可以当的呢 而柯文哲也提到 说总统带头搞网军怎么办呢 那换个总统就好了 甚至是点出像是绿电贪污 就像是大肠和小肠 哪边坏到的就需要来动手术 可是医师不可能一个人动刀吗 一定要有整个团队的合作呀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施誠哥 如果柯文哲真的有心 要替台湾来动手术 那是不是应该赶快加快速度 和兰英好好整合呢 其实我每次上这段节目 我都很哀怨 为什么 一个蔡英文执政八年 执政成这个德姓 她的政绩只能用四个字 叫做庆竹难输 一路以来什么事都出包啊 从疫苗口罩到买鸡蛋 甚至现在前件 没有一样不出包 还记得还超买香烟 可是呢 因为非绿阵营的分裂 所以我们讨论很激烈 可是最近刚刚小董讲了 根据台湾民营基金会 现在赖金德已经跌破三成了 29.7 柯文哲25.6 侯友宜21.1 现在是三强鼎立 可是三强鼎立 对不起啊 三强鼎立 怕是当年台北市长选举 或两千人的选举 那个悲剧发生 非绿阵营的分成两股势力 你投你的 你投你的 让那个不到三成的赖金德会选上 所以现在台湾啊 这八年 本来身体还不错 然后遇到了不叫雍医啊 那根本是吴兆的医生啊 那个蔡英文啊 所以台湾现在从头烂到尾 真的是这样子啊 你这最近那个 他在这个国庆演说 还说社会住宅 还说前建国造 这两样你敢说出口 我真的非常佩服你 这胡说八道 所以怎么样让下架 这个民进党 不要让民进党再继续执政 台湾没有在八年 没有在四年 很多东西一定要合作 大家彼此各让一步 谁政谁富不重要 最重要是要选上 如果明年一月是赖金德选上 国庆和就是个 你知道吗 然后到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在野阵营这么没出息 最后整个在野阵营会烟消云散 让民进党继续一党独大 然后我们的经济完蛋 我们ECFA可能会取消 两岸兵凶战危 你们想过这种日子吗 这个不是我在讲 这个是连国外的这些专家 学者都这样分析 所以对不起 赖金德一定不能选上 包括这个柯文哲跟侯友宜 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 一定要好好的合作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